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就在现场十万火急 带一个个奇迹生还的故事 给人们带来无限希望 叙利亚一名其代还和母体相连的婴孩 日前成功逃过鬼门关 这名才出生就不幸成为孤儿的女婴 展现了生命的强韧 目前留院中康复情况良好 院方为她取名叫阿亚 在阿拉伯语中有奇迹神迹的意思 我们继续的状态 我们今天是9-9 我们今天是9-9 我们的女孩叫她阿亚 为何要保持她的女孩 她的女孩是最好的 我们的照片是最好的 我们的照片是最好的 她的照片是最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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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在座植我们的座植 我们是在座植 医生透露在废墟中出生的阿雅 获救时情况相当糟糕 身上有肿块瘀伤浑身冰凉 体温降到摄氏35度 但经过抢救后 阿雅目前的情况稳定 扫描显示 她的脊髓没有遭十块砸伤 阿雅目前的体重是3.17公斤 是新生儿的平均体重 所以并非早产儿 阿雅期待连身脱困的画面 振奋人心 遗憾的是 她的母亲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父亲和四个兄弟姐妹也不幸死亡 她成了家中唯一一名幸存者 这几天更有成千上万网民表示 希望领养照顾这位奇迹生还的女婴 医院已收到数十个相关电话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